中国罗马 什么神龙啊 水鱼啊 什么群鹰啊 那个时代啊 他们随便拿一下 大厨啊 什么呆呆啊 随便拿一下 也能拿个五六个 四五个 战将啊 是吧 你现在 这个都拿不出来 最近这是游戏 年轻小孩都不会玩这个 这个其实跟古老还没什么关系 这个外挂啊 大家认为确实是毁掉了罗马 人嘛都有惰性 我觉得好像 主要是游戏的话 都有外挂 对 但是这个外挂确实 人都有惰性嘛 有外挂自然就不会去专严 现在有谁还专严罗马 对呢 随着那些 就是自身玩家的退出 罗马现在确实 今天我们聊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为 这个这次的越南比赛担忧 纵观现在 张国贝前史 前史的选手 真的 可能我这句话得罪了很多高手啊 真正能拿上台面的人 绝对不会超过三个 当然这个还是没有氛围 就跟中国的足球一样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是 但可能我这句话得罪了很多三国贝那些前史选手啊 但现状确实就是这样 真的 人家今天就说这个问题 很多二三牛的选手现在都走向了一线 你说罗马还有什么前途 他们说走上了一线 并不是说这帮人在进步 而是说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们走上了一线 不是说他们水平达到了一线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 怎么感觉像那个蜀国的那个三国 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蜀中吴大将 不要画作新风的感觉 现在就是这样的 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其实有些东西 我们也不好去过多评论 但是 怎么说呢 有些东西大家都清楚 我觉得是自然规律 猜游戏的话也有一个摔倒 死亡的一个过程吧 可能是 我就说嘛 现在人外挂是一方面嘛 确实是危害罗马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人有惰性 有外挂是不用 大家去想 外挂不好玩啊 你说玩那个植物大人娘吃 我觉得玩外挂还不如自己玩 自己玩好玩些啊 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喜欢出名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男人嘛 总喜欢做英雄 而且今天我们还讨论了一个什么 说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在罗马上出名 其实那就不一样 你比如现在拿个外挂是不好玩 但是一个外挂几百块钱 上千块钱 你随便拿个网络比赛 那外挂钱就来了 对吧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比赛的钱并不高啊 对啊 但是外挂它也不贵嘛 是吧 那为什么历年来 你知道其实每个人不是像我们俩这么 那为什么历年来 网络比赛 刀手不断呢 而且有些在网上打得很厉害的人 一到现实中 就是现场赛中 啊 那个明显就是很不行 对不对 还有人竟然压力大到到现场赛打得抽筋 都是我 是吧 哎 名字我就不点了 当然我们不是针对水 就说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 一个网络赛真的看不出来一个人的水平 现实 或者说现场赛 那才是真正的 还是期待有更多的现场赛 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 只要有比赛的话 大家有的看就好了 开心就好了 不要 对于我们 太刻意追求那些东西 但是现场赛吧 它怎么说呢 确实又好 因为中国你也知道 罗马这个 没有商业化 虽说现场赛举办起来 确实有很多 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场地啊 各个方面啊 是吧 人员的资金啊 是吧 组织起来确实挺有难度 网络赛 虽说有好就有不好的地方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网络赛 你说没有比赛吧 也不利于罗马发展 但是有网络赛吧 就给了很多人可乘之急 明明一个三流选手 拿一个外挖就能成为 不管是名誉还是奖金都 名利双收了 当然不这个力不是很大 但如果不是网络比赛 你可能永远没有这个名利 所以说网络比赛 有也可以说是好 有好的地方 有的不好的地方 题外话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还是来看这场比赛 现在比分三比零是吧 小编 嗯对三比零 目前看的话 我们这边好像 季运不是非常好 只有二路一过 你够了 这个路有七只还两头十 够了吗 我不够了 我俩这种资源完全就这么够的 他伐木的话 你看他现在伐木 他这个伐木 因为他现在 马上就会变成十个人 正常情况下 在第一集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工具点完以后 也十个人伐木 现在基本上就成了定律了 剩下的全部才资源 对 刚才他是工具时代的时候 一般好像是六人伐木的时候 他就一直是采用了七人伐木 所以现在木的话 也还是非常多啊 一会的话 可能会拼命中很多铁 这个前期这样的积累的 木材就很厚 他应该会把BA 坐在这个伊果的上面 这个 因为我们看到 他三点钟方向没有敌人吗 伊果的上面吗 我以为他是 对 现在我觉得 我刚才看断的话 应该是坐在这个 北三路的BS旁边 其实我觉得坐在这边 好一点 因为敌人应该是在 十一点钟左右的方向 看目前开拓情况 他选择了坐在 正上方 这样的话还是 觉得第一反射吧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我觉得那边太空旷了 因为这个 杀戮这个地方吧 可以拿房子封 还不够 不是很宽 你看这个上面 挺难封的 伊果上面 找到了点十二点 这样的话还不算 可以 这个位置还行 我们看一下船这边 我们就小华哥慢一点 低级同时升 他们升级是同时升到的 那个 空气时代 同时衍生的空气时代 人口多了一个是吧 你想说 真正在升吗 防 攻击也升了 他肯定是两件两长 应该是 他完全可以再重一块田 没有 他现在目前是重了 十一块田 刚才 前期的木材 是累积的非常丰厚 小华哥的分数标得很高 他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成就 他人口应该多一点 比三校多了两个人口 我已经是多了三个人口了 不过现在 三校三个赛点在手 这场比赛基本上三校 可能有些观众又在说 我打击选手的机 其实我只是就是论事 我们看到 三校这个构思的非常好 因为他知道那边太大了 他都选用了一个这种风法 其实一个高手 有的时候 你看他这种 就是防守的布局 你就能看出一个人 确实大局观 意识各方面 黄哥的冰很多 我们现在看到他 那个三校呢 是 不如马房没有断兵啊 农民也没有断 那我们这边还是 可能比对手少一个马房 但是他 小华哥打的可能是三 三边两边 说实话 从这个打对战中 我们能看到 小华哥这个水平啊 跟这个三校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哦 太坏了 你看 小华哥的防御做得非常好 有一些优势 但我们看到小华哥确实 小华哥的防御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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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应该小哈哥能赢的 这局再不赢基本上 关键是差是差了一点 感觉我们这边是伤了元气的 但不是差那么多 伤了元气哈 再对个方 如果再对个方就全 全部消灭掉那些东西 这局估计是不先不住的 如果这局再拿不下来 基本上不要打 你可以为一局了 你只需要压住马房就可以了 因为经济基本骚扰差不多 家里有点兵防守 把马房一压死 小哈哥一大波比一过来 我们这边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其实不管是作为解说 还是作为观众 还是什么 作为一个粉丝 反正都同情弱者 说实话 我很希望小哈哥拿下这一局 小哈哥的机器人是没有受到严重骚扰 对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小哈哥家里封的还是蛮好的 是吧 速度都快 其实啊 但像现在撒扰他砍树 伐木的 就是那个 你看到地图开十二点 对着三点钟方向 那个地方有个缺口 估计小哈哥不一定封得上 从那可以打进去 而且那个附近 还是个砍伐木厂 就这个位置 他已经封住了 可以进去 那兵挡着 其实是可以进的 这兵没怎么好 本来这个是 是个点 可惜 因为还是少了 这支兵去对的话 还是搞不过 小哈哥出兵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兵 不得很慢 你看 那个三校的经济 受了很大的影响 前期被赶走 但你看他基本不断兵 人口44 我们来看一下成就 现在总人口 100 也就多十个人 到底两个人一样 现在小哈哥就比他多十个 我们现在我们已经 已经开始减生二发了 不过十个估计小哈哥 又多在农民上 小哈哥我觉得兵出得很慢 我觉得那小哈哥家里明明有很多兵了 他没有说一块压过来 他现在也想求稳 毕竟连输三局 再输一局就没得机会了 人心态上也很 就是说也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小哈哥不尽快的拿下 长时间就是 僵持下去 挺危险的 这要先补个房 在后面 这个我 我说补房的时候 应该早就补 其实他这个已经很慢了 还好冰来得及时 不然他已经炸漏了 就进去了 嗯 比如说在这些方面 小哈哥绝对 相比这个三下差一点啊 我看到三下兵很多 现在 他在判断小哈哥可能会从那边来兵大部队 所以 他想做一个从边走边拦截 他果然碰到啊 我好像在兵还多一些感觉 啊那没想到被人拦截的 其实现在 还不过来了 经济也不断遭到重创 连口 连口也很快涨漏了 这想来个后面包围 小西班的风鸣直播 清爽 过来上去 这不是包围 这是来送死啊 这个可能还是能起到一点作用吧 不想 出了吗 出了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嗯 确实地形放的还是蛮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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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局 嗯 嗯 连口数已经超出了很多 嗯 嗯